我们说鳄鱼一般都是在动物园里才能够看到的 但是最近一条攻击性极强的马来西亚切慧鳄 却出现在了黑龙江省隋分河市的客运站 从而引起了异常恐慌 瞧这小家伙 别看他体型不大 却充满攻击性 就是这样一个小家伙 把隋分河市客运站大闹了一场 我两人睡觉 我让他给我瞧起来 瞧起后这时候就要往客运站里面爬 当地民警赶到现场时 鳄鱼已经爬进了客运站 从当时的录像中可以看出 这个小家伙表现得十分凶猛 被制服之际全身扭动不停反抗 在群众的配合下 民警用事先准备好的编织袋 迅速将鳄鱼套住并带回派出所 经当地检验检疫和林业部门的动物专家初步鉴定 这条长1.5米重约20公斤的小家伙 是马来西亚切慧鳄 属于河口鳄的一种且攻击性极强 鳄鱼现已经被派出所移交给当地野生动物保护站 据了解当地并没有人养只鳄鱼 民警初步怀疑是有人走私野生动物 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请不吝点赞 谷铺